加兴有轨电车引领城市旅游新风赏 为加兴带来了城市交通的便利 内附三者乘坐有轨攻略 有轨电车 改变生活 加兴没有地铁 但由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始发站从加兴南站到中山东路安乐路 途经加兴站 为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有轨电车 加兴有轨电车于2021年6月开通 至今已近三年光阴 在这三年来 加兴有轨电车对我而言 为我的出行增添了很多便利 也为加兴这座城市增加了更多的活力 在加兴的19楼社交平台 有说有轨电车好的 也有说有轨电车不好的 说不好的人 大部分是因为自己家里有车 不需要做公共交通工具 也从未体验过真实的人间烟火 对他们而言 挡住他们的道路的公共交通就是浪费钱 就是没意义 给他们多建设高价 给他们多拓宽马路 就是有意义的 这典型是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 同时说好的一方 也不乏是有车一族 也有很多是双城工作者 也有很多出行旅游的游客 比如我认为有轨电车好 是因为它比公交快 比公交等待时间短 并且乘坐环境比公交舒服 最高时速我测试过 可以达到60千米每小时 速度并不慢 但缺陷是需要等待红绿灯 如果不等待红绿灯 我想速度应该可以更快 更稳定 有轨电车对于我每次赶火车或者高铁 都是我首要的选择 一方面它速度稳定 另一方面它便捷 乘坐环境舒服 客服人员服务态度好 有礼貌 有轨电车是单次两元 每次间隔时间大约在10分钟左右 对于平时我要赶火车而言 有轨电车是我的首选 因为公交等待时间会比较长 平时晚上赶高铁回上海 公交也可能已经下班了 所以这个时候 有轨电车营业到接近凌晨 就给类似我这样出行的人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当然提供了便利和经济实惠的同时 也会遭到网约车 出租车的排斥 毕竟把他们赚的钱给赚走了 而且也减少了他们的载客量 但是对我而言 如果一座城市的发展 连公共交通都不发达的话 那就很难吸引外来游客 外来务工来到这座城市 因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建设 既然目前嘉兴不具备建设地铁 但建设了有轨列车 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了方便 打开了方便之门 方便的不仅仅是外来的游客 务工人员也方便了沿线的当地局面 更方便了临时出行 有需求的市民 因为嘉兴的有轨电车沿线 可以到达一些旅游集散中心 例如嘉兴天主教堂 嘉兴紫城 平山公园等等 而且游轨的客服人员服务态度挺好的 很有礼貌 这一点就提升了嘉兴的城市形象 值得点赞 做游轨旅游 嘉兴游轨电车的线路规划上 可以说热闹的街区都涵盖到了 当然仅限于南湖区 但沿线的站点 很多都是拍照打卡的代表地标 比如说 坐到嘉兴一中的时候 可以走到天桥上拍摄游轨列车和城市的风景 坐到冰河路可以去南湖景区 也就是南湖天地散步 游玩 去看看南湖的风景 坐到人民公园站或者嘉兴站下来 也可以参观下市区的公园风景 和修建后的嘉兴火车站 还可以坐到建国南路 河兴南路 去嘉兴天主教堂拍照打卡 去看历史建筑的紫城 去到紫城还可以去协西街吃网红烧麦 白败爵海寺 还可以步行前往嘉兴越河 少年路景区 可以说有轨电车涵盖的路线 就是一条旅游路线 如果说你是来嘉兴旅游的 不用打车 一天的旅行一条有轨 就可以帮你搞定所有的旅程 每次支付宝扫码两元 支付宝领红包 积分兑换优惠券 都是省钱旅游的小妙招 这条旅游线路的有轨电车 也是当地很多居民 前往这些景区的首选交通工具之一了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在外面停车 他们也会觉得贵了 没那必要 做个有轨 交通卡还有优惠 60岁以上 小学生都有优惠 甚至还有一些免费的措施 对于当地人而言 当地部分没有汇集到他们的当地居民来说 他们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交通工具 他们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不在高架上建设 为什么要在路面上建设 嗯 既然已经建设了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道风景吧 但我也觉得应该建设在高架上 那种悬空 这样不受红绿灯的限制 运营时间就可以缩短一些时间 也不用10分钟一趟 有轨电车 我觉得还有个地方需要改进 就是没有这档阳光的窗帘 你像上海的地铁没有 是因为它大部分地铁的路线 是在地下运营 自然不需要 但有轨电车 大部分路线是在路面行驶 一旦到了夏天 阳光的刺眼 会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乘坐体验 因此我觉得像火车 搞个窗帘伸缩那种是有必要的 希望有轨电车 能够考虑一下利民的方案 最后就是分享给大家近期的一个 三折乘坐加兴公交 有轨的方法 就是使用云闪付APP 选择加兴公共交通 一码通早码乘车 即可享三折乘车优惠 单笔最高封顶1.4元 每用户每日现响两次 城市电车 加兴公交 国宏公交共享35万个名额 先到先得 用完为止 活动有效7到5月31日 作者 公祥